《夜》這個故事最主要是講一個失戀的女生 以及在酒吧上遇到一個創作的歌手阿東 最主要想講的是《Déja Vu》 《Déja Vu》這件事就像夢或者是一種回憶的感覺 所以在創作上我也想用音樂去幫我講這件事 而音樂正正就很適合阿東這個角色 去幫我呈現《Déja Vu》這句話 我想講的就是可能我們人裏面有很多決定 很多自由意志 但我覺得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決定 所以才會誘發到接下來的不同的情節 所以就想將這件事探討一下 未必所有事情都有自由意志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一個決定來的 例如說如果阿琪失戀不去這間酒吧 其實不會有這個故事發生 而阿東如果不拿這個貨機的話 也不會有接下來的後續 阿東他是一個創作歌手 在這個故事上我覺得音樂可以很幫助我去講《Déja Vu》這件事 例如在創作之前 可能在定了劇本之後 就跟佩樂他們去唱 創作這首歌的歌詞 例如 我覺得《Déja Vu》其實好像夢 所以就跟他聊天 就寫好像在夢中見過這個女孩 所以就如曾經夢中見地去寫這件事 那首歌為何叫《漩渦》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就好像循環一樣 可能你每一天都有可能久不久就會經過 或者會覺得這件事很熟 其實就好像夢境一樣 有時有些事情發生就好像重重覆覆 重重覆覆 所以在創作這個音樂上 就把漩渦和歌詞和故事 嘗試連結在一起 酒吧這個場景 其實就好像是一個 被每一個人完成了一個工作之後 去放肆或者去輸壓的一個地方 其實對於阿奇來說 可能他只是想去買醉 他未必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其實在那裡 他發生了這個故事 他留下了一個火機 酒吧就是一個人煙很多 或者是一種大家去那裡 其實可能是有目的的 也可能是純粹想舒緩一下 可能這種狀況和香港的 一種都市的人的壓力都很相近 所以就在這個場景上面安排他們相遇 而在這裏也因為他們 其實他們第一次的Dja Vu 就是在這裏發生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純粹幫大家去想 可能生活上有很多事情都很巧合 但是可能你們都會覺得 阿東和阿奇之後會有一些不同的發展 但是不是必然的所有事情 可能到了最後 其實他們只是大家的一個過路人 一個過客的身份 去出現大家的世界裏面 那麼... 對了